好,那我还有第二个疑问 就是我在想,有些小粉红 他明明那么爱国爱党 那为什么他们选择来西方定居呢 因为我发现现在我们出了国以后 身边很多华人其实还是非常爱党爱国的 那他们为什么不回中国去呢 这个问题呢,其实 对,我觉得我们作为海外华人呢 其实都是我们一个血泪史吧 我觉得这里面是这样 就是说海外华人爱党爱国 就在国外越出国越爱国 这种人也不能一概而论 对吧,就是说是这个 因为海外华人的组成部分其实很多 这个事情其实我本来是想做节目讲 一直没有时间自己做节目 那今天的话呢 我觉得就是我们说一个群体吧 就是说可能我们接触最多的 就是这个海外留学中群体 那留学中群体爱党爱国呢 就是个很普遍的现象嘛 他们这些人就是说 总体来说 就是说是应该是我刚才 就是第一个问题里面提到的 就是前两种人 底层的粉红其实能出国留学的很少 那就是说是 基本上就是要不就是这个既得利益者 比如在美国读高中读本科的 很多这个留学生都是属于这个类型 然后第二就是说是中产 或者相对富裕的家庭 比如说在美国读普通本科 或者读硕士以上学地的人 很多都是这种 就是说家里面是这种城市家庭 然后是中产或者是富裕家庭长大的 他们在中国长大的这个过程 就是说其实没有太爱过铁拳 因为在城市里面相对 比如说治安院会好一些 他们自己也没有经历过太多不好的事情 然后就是说他们就是读大学 然后在出国读书 这些人一直都是学生嘛 所以他们其实看到或者经历过这个社会 中国社会的黑暗面是很少的 所以的话就是这些人就是说是 这是他们在中国的经历 而他们出国就是说 因为出国读书你也知道 其实很多人出国之前 还是觉得可能国外更好 国外更先进 国外更发达 但他们出来之后可能 他们就是表面上看到的这些 就是说他们并不能太看到 国外很发达的一些地方 比如说因为很多人出国留学都会到大城市 你也知道就是大城市它的这个 相对来说华人更多 然后学校也更多 美国这边就是说 它其实农村相对偏行的地方 大多数地方都是这种非常漂亮 环境特别好 然后人与人之间关系都很单纯 就是大部分人都很友好的一个环境 但大城市里面相对来说就是 舆论很杂 各种民族各种种族的人都有 所以就会有很多比如脏乱差的地方 比如说流浪汉 比如说就是会有很多 比如甚至会有这种有人吸毒 有人持枪什么的 所以的话就是很多留学人会出来 哇看到就是这个 哇靠国外这个城市怎么这么乱 国外怎么这么可怕 对吧 但是在中国你也知道 就是中国这些大城市其实都是共产党的面子工程 就是像北京上海深圳这种城市 它从表面上来看它是非常好的 对吧 你看这个新的高楼大厦 新的地铁 新的这些东西 就在表面上看都是很好的 所以的话这个一对比 就是因为他们没有经受过 就是中国很黑暗的地方 他们接受的都是 其实在中国是最美好的东西 然后他们到了美国之后 他们又能看到一些是这种感觉比较差的地方 而且你也知道就是国外西方国家 他们不掩盖 对吧 他们没有说对吧 OK你这个流浪汉在城中心 你影响失踪 我把你赶跑 这种事情是中国特色 在中国你在城市中心看不到这些人 但是在国外你就可以看到 因为国外你不能随便把他赶跑 所以的话就是国外 其实它不掩饰这种它的黑暗面 所以就是会让很多流学生 就会真的会看到国外的很多黑暗面 所以在这个对比下 就是它在中国看到的是最好的一面 而是在国外甚至看到的是最差的一面 这个事情就是说 其实我有一个很鲜明的故事 就是我曾经在美国时候有个室友 他说他之前在洛杉矶的时候 有到那种就是所谓平民区里面的公立学校 然后去给那些小学生和初中生去做指教 然后就是说你知道 就是说像洛杉矶这种城市 它的平民区 这个基本上就是美国最差的地方 就是它的教育水平也好 它这个环境也好最差的地方 所以他去那边指教 他就会觉得 啊我靠国外这个怎么 你看这个平民区 这些孩子接受教育多差 这个孩子的升纳环境多差 对啊 我确实承认 美国这种大城市的平民区 那些环境确实是蛮差的 但是呢 就是你知道它实际上 就是它在中国的时候 它是在什么地方长大 它是在北京长大 而且呢就是它的高中 是在中国北京的人大附中念的 叫人大附中你知道吧 这是中国最最顶尖的高中 嗯北京最好的高中 所以的话呢 就是说它在中国 其实经历的是中国最最好的地方 就是最最好的那些 比如说它上的最最好的高中 而它在美国经历的 其实是最最差的地方 但其实你这么比 是很不公平的对吧 你比如说你要比的话 你应该那人大附中 跟这个比如说这个 像洛杉矶那种贵族精英的那种 私立高中去比 或者是你在那个平民区的学校比 你应该跟这个中国 比如说像贵州 那个山村里面那种最差的学校比 贵州那边山村那些孩子 连饭都吃不饱 那些孩子一个饿饿的面黄鸡兽 他们接受的教育呢 就基本上不能拿教育来说 对吧 很多这个新闻里面呢 报出来这些孩子 每天要走五公里 甚至十公里山路去上学这种问题 对吧 美国你看就是美国的平民区 当然很差了 但是跟中国这个比 其实还是好很多的 对吧 但是的话就是 它这个这是一个信息差 所以它当时在美国的时候 它就天天说 美国这不好那不好 只有中国这也好那也好 就它认识的中国呢 就是北京 然后是北京那个 就是相当于最高等级的那个地方 叫人大富那样的地方 就是它对中国的人是那个样子 就这样的人呢 确实会有这种 就是越出国越爱国的这样的现象 所以我觉得他们可能还是眼界啊 不够开阔 他们有缺少这种共情能力 就是说他们对底层的东西就看不见 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可悲的 大部分大城市来的那些 就是生活家庭比较优越 留学生 我感觉他们就是对中国的底层人民 视而不见 中国现在这个阶级划分啊 太明显了 你根本不可能看到这些底层的人 所以他觉得这些人可能真的不存在 因为新闻联播里说他们不存在嘛 对不对 其实怎么讲呢 就是我觉得啊 如果一个人真的有兴趣发掘的话 还是能看到蛮多的东西的 就是说 你真的比如说你经常关注一些新闻 国内的新闻也经常会爆出来 像比如说刚才我说的什么 贵州山村那些孩子在上学 走多少里山路 这个其实也是国内媒体爆出来的 对吧 但是他们只是不看 而且还有一点的话 就是说对 你说到这个新闻啊 正好我还想补充的地方 就是说 你知道就是说 在中国现在就是这种有墙嘛 然后呢 就是中国其实就是一个超级大的局域网 然后这里面有很多 这个自由世界人他们不理解 对吧 他们会准备 OK好 你在中国你看不到 比如说Google 看不到Facebook 看不到Twitter 看不到YouTube 但是呢 就是你到了国外之后呢 好像你就能看到了 为什么你还是看不到这些 就是这些可能雪淋淋的这些事实 你说这些雪淋淋的事实 或者说这些东西 但实际上呢 就是说人呢 他是有一个惯性 或者他有一个就是说舒适圈的 这个因为叫comfort zone 对吧 就是说 比如说他在中国 他已经习惯了用微信 用微博 用抖音 用小红书 对吧 用这些东西 他到了国外之后 你知道他马上切换上Google 切换上Facebook 切换上Twitter 其实他没有 他这个人之间 他是不会切换的这么快的 但比如说我在微博上 我有几千人 几万个粉丝 你现在直接让我从推特 重新开始 我是零 对吧 所以我怎么去进入这个社区 而且呢 就是你在推特上能看到的东西 跟你在微博上能看到的东西 这个差距是非常大的 所以这个里面就是 OK 所以我出了国之后 就是我还是会继续用推特 我还是会继续用微博 我还是会继续用微信 因为就是这些东西 我已经是我的习惯了 而你也知道 就是微博 微信上那些东西 他都是经过审查的 他都是党想让你看到东西 才能看到 党不想让你看到东西 你是不可能看到的 对吧 所以在这个里面 就是说是 我觉得这个里也有一点 就是说 他们真的出了国 他们到外网 外网虽然是一个 新闻自由的地方 但是就是说 他们其实是带着枪出国 然后他们还活在 在自己的这个舒适圈里面 所以的话 就是说是 怎么讲的 就是说 他们就还是一个这样的状态 对吧 那你比如说 对于我来说 就是我问题不大 为什么呢 第一 我知道微博上 就是你看不到你想要的东西 第二点 就是你来之后 比如说刚开始用推特 其实我这个推特的界面 什么 我也很不习惯 我开始的粉丝 也是从零开始的 对吧 但是就是说 你知道就是说 你很多东西 你就是在微博找不到 而且就因为我在微博 没有积累 就是我也没有什么微博 从零开始就好了 那然后你看我慢慢玩 现在我就已经很习惯 我现在每天要花很多时间 在推特上面 一个是跟人交流 对吧 一个呢 也是看一些 据取一些信息 对吧 但是的话 你将对于那些粉红来说 就是说 他们就很难做到这一点 对 我觉得这个就是说 是还蛮悲哀的吧 就是这个其实也是 大部分中国留学生的现状 对 但是这些中国留学生呢 他们到了美国以后 如果有美国的工作机会 他们也非常愿意留下来 毕竟挣美金 比回国工作 是方便多了 好多了 对不对 这里面是这样 所以很多人呢 就是说他们其实就是这种 你也可以叫他们利益主义者吧 或者说你也可以认为 就是他们就是金钱至上 他们不会觉得 比如说中国这个言论审查 有什么问题或者怎么着 他们就是觉得 有些人也是这样吧 就是说是 OK我在美国 美国福利更好 美国的这个成长空间更大 美国这个工资更高 所以我就在美国挣美金 但他们会觉得 对吧 对吧 这个其实也很正常吧 就是你人在异国他乡 你总会遇到一些不愉快 对 有些人可能会遇到一些 有种族歧视的问题 有些人可能就是语言啊 饮食啊这些不习惯 他们会觉得 可能美国哪有点不好 还是在国内舒服 但是的话呢 就是说他们还是会觉得 就是这边好 因为这边B级症的工资高嘛 也不用天天996 对吧 然后对 就是说是这个 你像我现在这个 就是平常白天要工作 上班蛮累的 但是呢 还有时间来做视频 晚上或者中午 还有时间来做视频 就是因为 就是毕竟没有那么多加班嘛 对吧 你要是天天996的话 那你上班班回来睡觉 你谁也没有心思 对吧 来做视频 对不对 对所以这些人他呢 不去反思这两种生活方式 中美之间的差异 到底是为什么 只是觉得 我反正哪能挣便宜 哪的东西对我好 我就在哪 对吧 完全是只考虑个人利益的 所以这 这我也是非常不认同的一点 就我觉得 他们的这个眼界 非常的局限 这个没有办法嘛 对吧 就是还是 其实还是我刚才说到 就是说 如果他们要是 真的在国内 被社会主义体育员打过 可能想法就会不一样 但是这些人呢 就基本上都是这种 就城市长大 对对对 然后他们就是说 这个生活条件比较优越 所以的话呢 就是说这个其实还蛮难的 我说实话 所以这种人呢 其实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吧 但我觉得就是 现在美国在限制这些人嘛 就是那个 10043禁令 我觉得这个事情 就是说是 会限制一些这种 爱国粉红出来 对于我来说 我觉得还蛮爽的 对 当然可能他会 限制一些反贼出来吧 但是呢 就是说 这些出来留学的大部分 都是刚才我们提到的 这种粉红 所以的话就是说 其实没这么办法 你说他们在美国 他们挣着钱 他们拿着身份 然后他们又天天 这个说这个西方国家 各种不好 这天就是爱党爱国 拿他们有什么办法 其实我们现在 没什么好办法 真的 只能说从我们这些 我们这些华人自己做起吧 就是说是 我们来争取发表 发出我们的声音 然后进化我们的一个圈子 那最后还有一个问题 我想请教你 因为你做视频 做的还比较成功 应该也接触过很多的粉红群体 我就是想问一下 接触的太多了 这个不是很多的问题 对 因为我有收到很多 不同程度的这种粉红的留言 有些比较恶心 会谩骂什么 有一些还比较温和 所以我在想 你作为一个频道主 你觉得在处理这种粉红留言的时候 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其实是这样啊 我觉得这个是作为 所有反贼频道主 一个共同的问题 就是说是 我们只要做频道 只要做的有一定规模之后 一定会遭受到这种粉红和五毛 非常多的这种侮辱 谩骂 胡搅满缠这种 这个是 这个没有人可以避免 然后尤其你作为一个女频道主 可能接受这种会更多 因为那些人 就是刚才我说那种底层粉红 以及中共的网军 他们就是说是 就喜欢抽口成脏 但是呢 就是他们对女性的 这个抽口成脏的程度会更高 而且侮辱的程度会更深 这个我是什么 虽然我自己感受不到 但是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所以这个里面 其实我觉得做一个频道主 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心态问题 就是说 如果你真的很在意这些言论 那就没有办法 那就是他们就会伤到你 我觉得这个只能自己去调整 就是说 如何能让你自己 就真的不在意这些言论 他们怎么骂你 对吧 就是你都不在意 也像比如说 我有时候我会把这些人置顶 但是这个不是我的手创 很多频道主都会这么干 就是把粉红置顶 但这个置顶 其实就是一个意思 就是我不在乎你 而且我把你当乐子 我就是想让大家看耍猴 对吧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心态的问题 然后第二个心态的问题 就是说 我觉得就是说 你不用跟他们费时间 就是说他们过来谩骂你 然后就把他们拉黑就好了 就是因为其实他们打很多次 有些人可能自己打次 他们打一对 你两宝钟把他们拉黑 其实他们受的伤更大 那有些人 当然我知道 他们可能复制粘贴 但是你把他们拉黑之后 他们就留不了言了 他们要留个言 只能换个号 所以我觉得这个 就是针对这些侮辱谩骂 其实你最好的手段 而且这个是 这个是自由世界的YouTube 给我们 给予我们这些频道主 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 就是你这些 侮辱骂骂的留言 你可以把他们直接拉黑掉 我现在基本上也是拉黑 只要是这种 人身攻击骂骂的 这种荡妇羞辱的 我全都拉黑 既然是我们的权利的 那你就要多用 对吧 你不用这个权利呢 不用白不用嘛 对不对 对 但是我有时候看到一些 温和的粉红 比如说有人留言说 我觉得你对共产党 有一些不好的地方 批评的挺对的 但是你就是反党 你不爱国 我还是不行 的话呢这样 这种我会试图去抢救他一下 我会 我会试图把他的这个观点 就是改变过来 我觉得这种粉红 还有的救 就是我对这种会 试图抢救一下 我不知道你怎么看 其实怎么讲呢 我是一般会把这种 跟那种谩骂的 移民对待 就全部拉黑 其实几个原因吧 我是个人不建议去抢救他们 第一个就是时间问题吧 就是说是 你去抢救这些粉红 其实你要花很多时间 而且呢就是说 你花时间不一定有效果 对吧 就是说 你说实在话 就是那些所谓的温和粉红 你切记为止 你抢救成功过几个 对吧 你可以说实话 没有 一个也没有抢救成功 问题是 一个也没有 我有时候还写过 很长很长的回复给他 但是 好像是没有成功 对啊 所以的话 你看就举个例子吧 比如说你一周 你的留言 有十个人有十个这种温和的粉红 你想去抢救 每个人 你都要留很多言 然后你要去找一些资料 你试着都说服他们 你有这个时间 比如说你现在 假如说你一周做三个视频 那就是说 你又把这个时间省下来 你一周可以做四个视频 对吧 你多一个视频 你多可以讲一个主题 甚至多讲两个主题 然后给你粉丝更多的东西 然后就是说 你的频道可能也成长得更快 对吧 但是你把时间花在 说服他们上面 就你已经说了 对吧 一无所获 所以我觉得这些人 就是说是没有必要 第二点就是说 这种温和粉红 和这种所谓的 这种极端的这种 骂骂的粉红 其实都有可能是粉红 也都有可能是中共的五毛网军 就所以其实我们是无法分辨的 就是说 在推特上 其实还有一些规律可循 但是在YouTube上 其实我们是很难找得到 怎么讲 就是我们是在YouTube上 是很难找得到 就是很难分辨出来 它真的是五毛 还是这种 就是在野的分区 所以的话 就是说 如果它这是五毛 这个官派五毛 也可能是很温和的 态度跟你说 所以这个里面 你跟五毛 对吧 人家是带着任务来的 人家发帖是拿钱的 对吧 所以你做视频是可以拿钱 你回复他留言是没有的 人家就是说 他还做不到视频 对吧 他看你做视频 他发不出信息来 他拿不到钱 对吧 但是你要是跟他辩论的话 他发一帖 他可能就五毛钱 是七毛钱 所以你说 你跟他辩论就没有必要 对吧 就是说 我觉得这个是 没有什么意义的 温和粉红 就是说 你看起来还是试图 在跟你讲道理 但是就是说 我在我看来没有必要 而且你也说服无聊他们 而且他们可能是 看似温和 其实就是来跟你 呼叫满产的 就算这个人 比如说他真的是粉红 他真是被洗脑了 他就是来求真相的 那其实对于我们来说 我们也没有义务 去告诉他真相 就是我们做频道 我们做那么多视频 我们收集那么多资料 我们已经是在 给大家讲真相了 其实 这个里面就是他 你不信 所以呢 就是我的特别 你不信你就不要看 你非要看 我也管不了你 但是呢 就是如果你要留这样言 对不起 我会剥夺 你在我频道留言的机会 对吧 剩下东西你愿意信你就信 你不信你就不信好了 对吧 你一定要认为环球时报 认为日报 这个讲东西是真的 但你就认为就好了 我也没有什么办法 对 这个事情我觉得就是 这是我的态度 而且这个呢 就是说 我当然你如果还是想要 跟这些事主 跟这些温和的反红辩论 我也不反对 但是呢 我只是说 就是对于 从我们频道主的角度来说 这样对我们更有利 就是我的方法对我们更有利 可能也对我们的观众更有利 因为我们可以把时间省下来 做更多 更有价值的内容 然后带给我们的观众 就是从 无论是我们自己的角度来讲 还从观众的角度来讲的 可能把这些温和的粉红 全部拉黑 然后把时间省下来 干更有意义的事情 可能会更好 好 那我收到你的这个建议了 会好好考虑一下 我等待你劝导成功 第一个温和粉红的那天 好 到时候我们再做一个 这个互动节目 来给大家讲一下 咱们继续成功的 对 因为我做频道的初衷 我是希望能够唤醒很多人 所以有一些温和粉红 我就会想去抢救一下 因为我觉得 这跟我的初衷是一致的 所以有时候 虽然我到现在为止 也没有成功 但我觉得我可能 还是会继续抢救一下 这个事情 那我只能祝你好运了 那就先做一段时间看看吧 因为我还真的 希望能够 就是拯救一些 能够看到的一些真实的人 那我就还蛮开心的 这样 那我们今天就先沟通到这 我们下一期 有机会我们再沟通 好吧 谢谢你 拜拜 拜拜 拜拜